未来来自于现在 人类目前对地下空间的利用 分为浅层 中层和深层 在0到50米浅土层 我们所熟知的地铁 隧道 综合管廊 停车场 都处于这个空间 这是地下21米处 郑州地铁六号线的左线顿购顺利下穿一号线 距离一号线最近距离1.88米 像这样的地下隧道贯穿 每天都在中国大地下涌动 增层 拓层 曲线 直线 在我们感知不到的地下 基建狂魔已经杀缝了 可以说 有粉质粘土和细沙填充的地下空间 再也无法阻挡人类绝境的脚步了 那里有足够的空间去放置人们的想象 这里藏着地下城市的未来 这些材料可以把它引用到地下空间开发里面来 潘彦辉 他所在的单位有个霸道的名字 是全国唯一所工程议员 那个基础设施就像人一样 它也会老化生病 需要治理 才能够延续它的功能 从地面到地下 路级路面 综合管囊 地下油库 地下粮仓 高铁石讯 地下隧道 建筑防水 实验项目 涵盖各个土层 安排得明明白白 我们这个仓是从地表以下 散下去 目前是28米 里面将来盛放的就是我们看到的这种小麦 由这种技术装配的地下粮仓 储存时间可达七八年不用轮换 将来在城市主干道里面绿化带可以修 在工业里面也可以修 在小区旁边的道路上也能修 未来啊 你走过的任何一个地方 趴在下面 或许就藏着一个可容纳数千吨的巨大粮仓 屁股下坐着个大粮仓 那将是种什么感受 真正的手中有粮 心里不慌啊 但你仅仅以为它只是省钱省力 那就钱了 地上库占地多 目标很明显 地下库通过一定结构的手段 在防御上更加保障了它的安全 此时城市的地下藏着的是它的秘脉 一样上海在探索深层次的储备器 水 油啊 这都是城市必需的 它又可以放到更深的地下 对周边的影响更小也更安全 未来可能一些医院 还有一些制造企业 季节性影响多的 它也可能会向地下发展 我觉得合理利用200米内是可以的 我只是通过现有的数据分析 对未来进行预测 也许200米还是保守了 毕竟它对整个地球来说 也仅仅只占了其半径的万分之三 城市的概念将被重新定义 未来的城市之下 不仅是重要的 更是智能的 要有光 要有风 清新的空气 甚至还有蓝天白云的投影 未来人们见面 过去不是问您吃了吗 而是您要上天 还是入地 其实未来不已 你现在的样子 决定了你将来是什么样子 你希望的样子 你努力的样子 就是未来的样子